无视反对美国驻耶路撒冷大使馆下周揭幕 美国无视巴勒斯坦人及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反对 将原本在特拉维夫 Tel Aviv的大使馆牵至耶路撒冷 并于14日举行揭幕仪式 此举可能进一步加剧中东的紧张局势 法新社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去年12月打破几十年来的惯例 承认争议城市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后 引发全球强烈抗议 如今川普履行诺言把大使馆牵至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大使馆将于14日举行揭幕仪式 而这个时机由未敏感 数周以来 加萨走廊与以色列交界处持续发生抗议 以及冲突事件 造成死伤 而且 川普8日才宣布美国将退出伊朗合资协议 更添动荡中东的不确定性 此外 以色列也对叙利亚境内的数十个伊朗目标发动攻击 以色列指控伊朗发射火箭攻击戈兰高地 Golan Heights 以军后 今天对叙利亚发动空袭 造成死伤 大使馆新馆是由耶路撒冷的美国领事馆大楼改造而成 揭幕仪式当天 约有800名宾客及白宫代表团出席 但不包括川普本人 美国副国务卿苏利文 John Sullivan 将绿团出席揭幕仪式 团员包括川普的女儿伊坊卡 Ivan Kser 担任白宫高级幕僚的女婿库许娜 Jarred Kushner 以及财政部常媒母亲 Steven Look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